背包客跟饭狗一眼是一家你们价格的那种视频你们最喜欢看 像这种15Pro Max 然后5050的砍 砍到了70张 15Pro Max 200多天的全国联保 外观是一个准心机的一个外观 电视效率是100 这种话也要早一些过来 也不能成细打包 因为这种机器真的是非常的稀缺 15Pro Max 基本上跟外观有一个99星的一个外观 全国联保还有一个200多天 吸取国航256G 像手持15Pro Max的那种兄弟呢 就没有必要去换16Pro Max了 因为16Pro Max 可以说升息是非常之小 所以说15Pro Max二手的来到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为什么说呢 因为当初发布的时候是100张 现在跌到了一个70张 整整跌去了一个30张 就算明年的15Pro Max 这个泰金属的边框 也要 依然要60张盘下 好吧 再看一下这台 也是外观 是一个准心机的一个橙色外观 这种机器 那种做了大的背包客 他们一般拿不到 因为我们这种背包客呢 都是时打时提前过来挑选 然后第一时间把更好的一个机框拿走 那种890的机框呢 那种有一个65张就可以盘得下了 15Pro Max 90说的 但是有一个电池的一个差价 还有一个外观的一个差价 然后再看一下这台14Pro 256G的 石墨色回收回来的一个精品机框 外观也是一个嘎嘎的量 这个是 不锈钢的一个边框 256G的 这台机器呢 是一个回收的一个粉丝的机器 因为他跟阿炮置换了15Pro Max 所以说这台14Pro国航的256G 48张给他回收 我们加两张出给粉丝们 如果有喜欢这种好的机框呢 然后这里都是带踩一些比较精品的一个机器 不做花里不少 好吧 这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